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纽约一家比较大的超市 这个金城发超市 你看看从早上起来就已经有很多很多人在等着排队买东西了 你们可以看得到很多很多人在等着买东西 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在排队 很多很多的人 看到了吧 很多很多的人在排队 其实是要排到那边上 这边的火车也是正在上货 其实你真正说 其实真正说老百姓需要这么恐慌 需不需要就是这样子这么多人排队呢 这是一个大家需要回答的问题 就是有没有必要 像我今天出来呢 我本来也是要买点菜的 但现在呢就看到这个架势我也就不买了 其实你说这样子这个病 它会不会传播的就更快呢 非常有可能对吧 所以说呢 这种大规模的群体免疫系统啊 确实是需要大家反思 哎 各种各样的政策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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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